中华电信复理箱服务中心八年来 实施在乡公所设置了一个柜台住点 降低复理箱以及浊西乡南区民众 乡亲所使用电信服务的便利性和品质 长期以来民众不得不前往台东县的池上 或是到玉里镇来洽办相关的业务 而在13号中华电信是从事 如流的在复理箱设置了服务中心 中华电信复理服务中心 13号办理重启启用典礼 邀请多位的贵宾以及地方民众来见证重要时刻 更兴奋的就是在地居民了 因为就不用为了购买手机 或是办理电信相关业务 还要跑到台东或者是玉里 不离乡就能处理 像以前我们如果说要缴费 或是要买新的手机 究竟就是池上再过来就到玉里 很高兴我们现任的那个厂长 将乡长极力帮我们争取到 江同臣认为电信服务是民生的基本需求 虽然等待时间长达八年之多 但终能实现了民众的诉求 这让他感到非常感动跟欣喜 让我们所有的那个乡亲啊 跟其他的乡镇一样 有一个得到一个同等的一个待遇 多位的先议员以及立委也都到场关心 其中立委不婚级表示 现在不理乡有电信门事 接下来就是要有更稳定的通讯品质 在多位的立委名义代表奔走协调 以及努力不懈之下迎来好结果 这次重新启动门事 不仅解决了电信服务不便问题 也凝聚了全乡的巷行李 记者高松松 富丽湘 彩虹报道